早晨 各位 今天是11月2日 星期三的早上 隔夜時 美股道指曾一度跌超過100點 最主要是受累於市場 關注今晚深夜 明早凌晨 聯主督 儀式 和11月8日 大選方面 希拉利到目前為止 現在的勝算好像越來越低 到目前為止 至少市場相信量是50-50 沒有一個明顯的 肯定贏的機會 市場自然 會關注在特朗普 上台時的風險 和不同定性 今屆隔夜市 彈了超過1% 目前恆生指數低開 201點到22946點 又是挑戰23000點的邊緣 這看法 昨天反彈 連續兩天 就是上星期五 低開高收 昨天反彈 暫時來看 去到十天線已經見不到 所以也貫徹過去的看法 反彈的時候 由得它 不要太過追負 第二 這個只是一個跌浪裡頭的死貓彈 不是見底回升 所以 目前我真的相當審慎 不是說看淡得很緊要 就算下跌都是22500左右的目標 但是 的確是值得大家審慎 因為大選方面 中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尤其是越來越接近選舉 很多的負面消息都會出來 所以這些都要大家審慎 很多的強勢股 昨天 更新回到大家 博彩的數字都出了 218億上個月的一個收益 按年升了8% 但是見到 並沒有進一步為豪島股提增 雖然都企穩 但是沒有進一步的提增 我能因此建議大家 目前強勢的辦法 真是所證無忌 市都是橫行爭蕩 偏淡為主